生物国防军事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海军某军港的航拍 您看像不像一个巨大的停船场呢 整齐划一停放着的大大小小的各型舰船都是这个大队的 我们的记者还了解到这支勤务船大队既有国产远洋综合补给舰这样的万吨大舰 也有登陆舰国产新型医疗船游船水船运输船等各型千吨艇 还有拖船消磁船遥控靶船等百吨小船 不仅数量多型号多任务更多 一年365天从来没有淡季 他们牢牢守住南海前沿补给生命线 先后完成了八批次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 野门撤桥出访南亚三国和欧洲四国 平常我们可能难以想象对于身处汪洋大海当中的一座孤岛来说 他们最缺的和最不缺的资源都是水 而他们所最缺的资源就是我们脚下的深舱里面住满的 可以引用的淡水资源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我们的淡水运输船 南水978船的中段甲板 每一个舱口对应的是一个深舱的独立空间 主要担负我国海岛级舰艇部队的淡水运输补给任务 可以想象如果说一个岛上面只有几百位居民的话 这一船水运过去可以供他们几个月使用 现在我们是在南运831船的前甲板 在我们身旁战士们正在把下一层仓式的盖板调到上面来 他们要对内部的空间进行一些维护保养 迎接即将到来的任务 这是一艘客户运输船在进行任务的时候 不只是这一层包括后舱还有整个底舱大量空间 都可以来装运人员和物件 在海军队伍当中登陆舰是以山来命名的 现在我就在弦号990的登陆舰 金城山舰的坦克大舱当中 这里的空间有多大呢 来我们把画面拉开 您的感受就会更加聚集一些 但其实在登陆舰当中它的空间也并不算大的 因为它尊位比较小 到今年已经入列将近30年的时间 后起之秀可以说是与后春孙一般 但其实老将还依旧神荣 在联合作战任务当中 还可以来担负登陆运输的任务 也可以参与海上搜救 强检救灾等重任务 这艘船看身形大小 但在这个码头里也是不起眼的 但是外面广播 世界里的那些大型驱逐舰 护卫舰 登陆舰 导弹艇等等 看到它都得笑着说一声谢谢 因为这艘船的使命任务 就是保障那些大型舰船 它们的安全 这是南勤205消磁船 这里是消磁必用的电缆间的位置 它的使命任务 是可以帮助那些舰船进行 磁场的检测并进行临时线圈的消磁 总之只有这艘船鸣笛说声好 那些大型舰船才会行驶得更安心 地球是有磁场的 钢铁材质的舰艇 在地磁场中运动会产生磁场 而一些探测设备 和装有磁引性的水下武器 如水雷 会据此对舰艇实施探测和攻击 我船的使命任务 就是通过消磁作业 降低舰艇的磁场 减小被探测和攻击的几率 这是保障舰安全的重要手段 在我身旁的这个博位 非常的宽阔 但是从年前到现在 他的主人都没有回港靠博 因为他出了一个长差 到现在还在护航的征程上 这已经是他第九次参与护航的任务了 贤号887 人民海军的综合补给舰 威山湖舰 他的航纪遍及三大洋 先后出访了二十余个国家 也创造了参与护航任务最多 航程最远 海上补给次数最多的二十多项记录 如今他的每一次出航 都在刷新着记录 他要超越的就是他自己 好 刚才我们一起打卡了五艘舰船 每艘舰船都有它的核心竞争力 和特色使命任务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第六艘 海军友爱船 前号是861 这是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新型医疗船 满载的排水量4000多吨 可以搭载救护型直升机 船上还配备了先进的医疗设备 有床位100多张 配备了CT 彩钞等医疗设备 具备同时展开多台大型手术的能力 平时主要承担南海方向海岛军民医疗 巡诊服务的任务 战时可以承担海上伤病员的医疗救护任务 此时此刻我的同事林全就在友爱船上 听说今天船上还有特别的安排 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他 林全你好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吧 好的罗旭 现在我就在为成为海上流动医院的 友爱船03甲板的位置 来看我脚下这样一个巨大的红十字 是它最好的自我介绍 这就是友爱船作为医院船的使命任务 进入船舱以前 先来给您介绍一下 我们友爱船在这个码头的靠拨方式 上一条节目当中各位可能已经看到了 勤务船大队他们所有的船拨靠码头 是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全部尾靠码头 第二个是每两艘船之间 这个停靠的间隙是非常窄的 那你可以想象 当他出海执行完任务归来的时候 对于倒船入库 这个是有挺多的难度啊 因为首先它跟我们开车不一样 一个方向盘就转过来了 是吧 那船是一个庞然大物 它这个后舵在有发动机 两边还有侧推呢 是分开要操作的 第二个跟我们开车也不一样 开车的时候 你可能一脚刹车就踩死了 但是我们这个船在靠拨的时候 它是个庞然大物 它是有惯性的 所以说对于我们操作员的操作 这个是有极高的技术要求 那为什么要这样来停靠呢 我也专门来询问了 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这样尾靠的话 任务来临时出动更加的快捷 第二个很简单 这样停靠 效率更高 能停更多的船 怎么样 这个理由是不是应该点个赞 我们的这个友爱船 是有多层连续的甲板 我们站的位置是03甲板 再往前的01甲板 也是直升机甲板 今天上午在那里也进行了一个 特别的比武和比拼的活动 我们也在现场做了一番记录 那马上呢 您看完视频以后 我将会赶到下一个直播点 在那里面等您有今天我们的特别安排 好 先来看我们今天上午的记录吧 今天上午 海军友爱船官兵们开展了医疗救护比武 八名参赛队员抽取到不同伤员线索 根据伤员受伤情况进行伤情判断 短时间内完成心肺复苏 止血包扎等课目 在战场急救技能考核中 其按压位置 深度 频率等重要考核指标 都能在屏幕上实时呈现 考核评判更为精准 小核子主要监测我们 伤员在按压心肺复苏的时候 监测他们的按的质量 按压的深度还有吹气的量 跟陆地相比的话 海况不好的时候 按压的可能环环的摇摆 还有船上的空间比较宅小 复利更好的安全按压 我们团员每个必须都要会这个科目 战士们这会儿在比拼的科目 叫做伤员转运 这里模拟的场景是 当直升机搭载着伤员 抵达这一层甲板以后 战士们要迅速地出动 在原地对一些受伤的战士进行 简单的检查包括包扎 然后将会连人带担架 通过这样的转运车 把这些伤员送到各个科室 交由医生们来检查处理 好 现在呢 我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船舱内部了 这是一个02甲板的位置 先来说一说 我们这个有外船 是我们海上流动医院 它可以达到2G甲等医院的水准 这就是我们医院的一些科室的设置 比如说02甲板里面 这里面就有内科 外科 R科 耳鼻喉科 包括01甲板里面 是有手术室 CT室各种检测的分区 跟医院里面是很相近的 那在船上今天是一种什么样的特别的安排呢 来 主题这边就写了 关爱军属 晴暖冰心 是我们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的一个医疗送诊的活动 就是因为开年了 包括我们很多家属都在部队里面来探亲陪同过年 给他们来做一做体检 我们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就是我们的医护力量 也是我们有爱船的医护力量 他们平时是在医院里面各自有岗位的 战时一声号令就会跟随我们的医院船来出动 执行任务 那今天的体检在我旁边呢 这边就是一个基础的检测 包括我们的身高 体重 还有血压 在这边来测量 好 再来看我的右手边 这是检验室 包括血液样本啊 一些医学样品是在这里面来做检测 来 我们往前走 前面我们的很多战士们已经在排队了啊 因为今天上午下午都有一些检测 中午大家都没有休息 这边是我们的医生正在给家属 在做这个耳鼻喉科的检测 好 我们来往前走 这是我们的02甲板 包括下一层甲板 也有很多人中午都在排队呢 这边是我们的挂号处 在这边领取个人的这个资料 这边很多战友在排队 因为我看你们这个上面挂钩 都是已经检测过的是吧 对对对 那其他还得等一会儿啊 好 来看这边是我们的内科 外科和儿科是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面 好 打扰一下 这会儿呢 我们的医生也正在跟我们的战友们交流 检查完了以后 这边可以来看看检查的这个结果 这边有小朋友 你好 小朋友 看多大了 差一天满六个月 差一天满六个月 半岁了 是的 差得从哪里边过来呢 江西 从江西啊 爸爸平常抱抱抱少吧 是吧 过年期间多抱一抱 好的 好可爱 好可爱 这边也是小朋友在排队 正在做检查呢 这是几个科室是在一起的 我们再往前方一定给您着重介绍啊 这是我们的中医理疗科 在船上面中医理疗科特别的受欢迎 我们到里面看一看 打扰啦 大家 来 这边我们是第一个科目 这是电子针灸 就不用扎针了 贴片就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这边有个律的听到这个 这个冲击的声音 是叫体外冲击波治疗仪 这是我们的军嫂 那边还有红外治疗 这两个可以双管齐下 这边家属在带着小朋友在陪同等待啊 来 要着重给您介绍这个 在我们的海军的舰船上面 八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 因为我们知道舰船 我们战士们平常出海时间很长 都说中医里面这个是湿气比较重啊 所以这个在船上面特别火 平常都是要排队的 那在这边啊 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 两位也要给我们采访一下啊 嫂子 你好 嫂子 你们从哪来 我是从湖北来的 从湖北来 对 在部队里面过这个年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 今年能来部队和他一起过年很开心 然后在这个大家庭也感受到了很多的温暖 然后今天还能跟战友们一起参加体检 作为军属 我感觉非常幸福和自豪 来 你让战友跟我们说两句 今天过年能跟家属在一起 肯定非常的快乐幸福 感谢战友的付出 让我们有了温暖的不一样的体检体验 好嘞 也给你们送上迟到的新年祝福 请坐 请坐 好 这是我们在02甲板 01甲板 还有很多战友也在这个等待体检 我们说在人民海军的编制序列当中啊 除了我们的友爱船 还有一个姊妹船 就是友好船 还有他们共同的好大哥 就是非常著名的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他们都是我们人民海军的 这个卫情力量当中的中流砥柱 这两天在这儿啊 除了我看到今天的整个体检的过程 包括昨天我还有个特别的体验 我们是跟随这艘船 然后出海 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训练 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记录 来看我们昨天的现场实录 这一天上午我们随船出海 突然听到船上警铃大坐 紧接着驾驶室里 就发出了此起彼伏的训练指示 紧接着驾驾驶室 上级风暴 我直播进行高低袭击 多人落水时高 六船立即前出错证 前方发现落水人员 背面走前高速艇 现在我们从这个旁边的车队上面 已经看到了主要救援的甲人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刚才主要救援的人员 马上呢 我们身后是要放下这样一个 救援的小艇 我们要跟随参与 救援的战士们一起 到下面来见证他们整个的 救援的过程 现在就开始往下下了是吧 我们已经开始离开了这个 船上面开始往下再伸出来 整个的这个轿阶 现在我们是一个完全全空的状态是吧 我们离水面的高度有多少啊 十多米吧 就十多米高啊 好 现在已经开始往下下了 这个下的过程还是比较平缓的 从吊机启动到小艇平稳地落到水面 各站位配合默契嫌熟 几乎就在小艇落水同时 驾驶员就加大了油门驶向落水人员 因为我们看到需要救援的人员 可能是有些海风 当然海浪飞跌比较厉害 离我们距离挺远的 所以说真的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 救援的速度非常重要 因为稍微慢一些 就可能不知道 人员会被浪带到什么地方 驾驶员熟练操纵小艇 抵达事发海域 停在落水人员身旁 几名战士用专用工具 将落水甲人轻轻地勾到船边 再合力救起 吸了水的甲人重量在160斤以上 就是为了模拟真人落水 并不具备主动行为能力的状态 比如说如果有一些人员 是有一些轻伤受伤这样子的话 在艇上面会有一些简单的救治吗 对 我们上面如果说出血比较多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直血包扎袋 然后先给来直血 然后在伤口方面的话 就是使用一些布料 然后简单进行一个简单的包扎 看你身上装的有很多 这些都是什么 就比如这个是直血的这个风带 然后再一个一些这些注射器 比如说胜上腺素 比如说修客 或者再给它注射一个延伤胜上腺素 随后小艇驶向船尾 那里救援人员已经在等待 大家合力将落水人员转运至友爱船 根据伤情进行救治 两艘船都在行进过程中 小艇既要保证尽可能近距离的并靠挂钩 又要严防大船刮蹭造成安全风险 友爱船作为南部战区海军应急救援专业力量 就是要练就综合全面的救援能力 除了小艇救生 直升机救援 大船营救 闲靠救援 以及伤病员的转运后送 都是日常训练必备科目 围绕医疗救护核心能力生成 我们经常性地开展 心肺复苏 战舊包扎 伤病员转运 以及海上人员搜救 等一系列的医疗救护能力训练 使我们的医疗救治更加的顺畅 及时 快速准确